中央社奥斯路4日综合外电报道挪威今天公布的研究报告指出,挪威北方北极圈内冰天雪地的斯瓦巴群岛 暖化速度比地球上几乎任何地方都还快,2100年之前雪崩,降雨和泥流增多可能造成毁灭性改变 偏远的斯瓦巴群岛斯瓦尔巴德建区暖火,突显北极地区其他地方从阿拉斯加到西伯利亚的风险 斯瓦巴群岛仅有2300名居民,主要城镇廊叶比L,叶比距北极点1300公里 根据研究报告,从1970年代初至今,斯瓦巴群岛平均气温变化在摄氏3到5度之间 但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上升,2100年升温可能扩大到摄氏10度 将近200国政府在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中承诺,全球平均 气温比工业时代前升高幅度硬限制在远低于摄氏2度 目前全球气温已升高摄氏1度左右 斯瓦巴群岛气温若真大幅上升,将造成动员解冻,导致许多建筑物,道路和机场地基不稳,甚至带来更多雪崩,雪泥流和山崩等灾情,以及冰河融化 威胁仰赖海滨灭食的北极熊和海豹等野生动物 挪威气候和环境部长埃尔维斯图恩奥拉埃尔维斯特告诉路透社 气温上升10度将具毁灭性,并对北极大自然和依赖海滨的物种造成影响 研究报告指出,挪威将必须增加资源,将在雪崩路线上的建筑物迁移走,并在涌动层解冻时强化基础建设的地基 200115年朗叶比曾发生雪崩,造成两人死亡,并摧毁石洞民宅 议者,陈玉婷,何稿,林志平10800205